来到个案家中访试 各管师庄韩杰总是亲切充满活力 王伯伯有晕眩的问题 庄韩杰特别关心他的服药状况 跟居家安全 能够重回工作岗位 关怀个案 庄韩杰很珍惜 因为自己前阵子曾确诊隔离 成了被关心的对象 也有就是金色师傅的祝福 那我们也给同仁提供 我们的居家关怀包 那还有同仁之间的一个合作 其实是合和互协 蛮感动的是说 不管是物资的协助 我还是会有很多 就是讯息的关心 对 然后也都蛮感谢 我们的厂道团队的帮忙 这三个月可能还有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会持续 照顾好自己也重要 好 收到 加油 高中时家里曾受慈悸协助 庄韩杰大学时期加入慈亲 当时就发愿要从事助人的工作 治养很好 让我关心 以前要用卡电台来讨问 不然就不能够来这次 谭姐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同仁 她对于单位的相信力很够 所以其实七天隔离完之后 她快晒阴性 她就急着一直要出来工作 那时候就会更了解 原来是当你真的需要服务的时候 其实你会想要赶快去进场服务 然后想要减轻这个家属 照顾个案的一个压力跟负担 用正向心态面对确诊 加上一份热切助人的精神 成了庄韩杰痊愈的心灵良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